屋内的油灯忽然跳出了花来 这本是喜照 但是洪四祥的银煤却飘了起来 似乎有些不满意 他苍老的右手稳定地用筷子 携起一粒油炸的花生米 没有太大的动作 缓缓咽下嘴里的花生米糊 品了瓶尺尖果香 又端起杯酒饮了 才站了起来 很多年了 这个宫里没有人再来逛逛 洪公公眼里有些浑浊 略感无神地望着窗外低声说道 手指却轻轻一弹 院门是开着的 如同两道进宫一般 洪公公手上的这双筷子 被强大精深的真气一击 嗤嗤两声几乎同时响起 瞬间击碎了面前的窗户 直射门外阴暗的角落里 五竹的面门 快上带风而刺 声势惊人 如果挨拙时代 只怕重快之人会像 被两把强弓射中一般 这位洪公公轻描淡写的一弹指 竟然有如此神力 实是恐怖 不知为何 今日五竹的反应动作 却似乎比在平时要慢了少许 一个转身不及 竟是被这筷子撕破了右肩的衣裳 嗤 筷子斜斜插在泥地之中 快尾微动 院外 红老太监看着面前 这个穿着褐色衣衫的来客 眉头微微一抖 对方的头脸 全部被包在头罩之中 根本看不清楚龙貌 您是谁 红老太监满脸堆着笑 看上去就像是个卑微的仆人 但很明显 他比表面上显现出来的 要可怕许多 五竹今夜穿的褐色衣裳 是全新的 所以感觉有些怪异 他衣足了范贤的计划 投屏抬着 似乎是在注视着对方 然后私生说道 抱歉 误会 误会 难道是麋鹿 红老太监笑得更开心了 麋鹿能迷到皇宫里来的 阁下是低人 五天前 你应该就来过一次 我一直在等你 我很好奇你是谁 我想 除了那几位老朋友外 应该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五竹强行在自己的声音里 加了一份黄疾 只是他不善于掩饰自己情绪 所以反而显得有些假 受家国之居 不得已而入 不方便以真实面目行礼 往前辈见谅 红老太监皱了起眉头 不再眉开眼笑 对方自认晚辈 那不外乎就是那几个老怪物的徒弟一辈 看对方伸手 至少也是九品中的超强水准 才可能潜入皇宫后 只被自己发现 只是对方的嗓音 很明显是刻意扭曲 喉部肌肉改变了的 所以也无法从口音中 获取有用的信息 这里是皇宫啊 孩子 红老太监叹了口气 难道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吗 说完这话 他右手一张 整个人的身体 却在地面之上滑行起来 疏忽间来到五竹的身前 枯瘦的手 便向五竹的脸上印去 五竹藏在黑布下脸 毫无表情 但知道对方对自己的能力判断错误 眼下正是一个杀了对方的大好机会 傻还是不杀 对于往日的五竹来说不是问题 但今天夜里却是一个问题 他的大脑计算得极快 马上算出 就算此时杀死对方 大概自己也会付出些代价 最关键的是 可能会惊动宫中别的侍卫 从而给范贤接下来的行动 造成很大的麻烦 所以他撤步 屈膝 抬肘 肘下是一柄非常普通的金刚剑 剑芒反肘而上 直刺红老太监的手腕 既算得分毫不差 更关键是其上所蕴含着的茫然剑意 竟让剑尖所指之人 瞬间有些试了分寸 但红老太监本非常人 音音一笑 尖声赤道 顾左 话语中略有诧异 手下却是丝毫不慢 左手自秀中如苍龙急出 派向五竹胸口 这一掌挟风而至 掌力雄魂 已是世间最顶尖的手段 五竹再撤一步 直膝 横肘 肘间轻剑横在身前 如同自吻一般 却恰好护住前胸 妙道豪颠地挡住了 红老太监的这一记哭掌 顾前 红老太监的声音 愈发地尖了起来 收掌而回 从腰部向上 整个人的身体开始抖了起来 看上去十分怪异 一声闷哼之后 这位老公公将几十年的真气修为 化作无数道气流 往前喷出 想要付诸五竹 五竹却是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冷冷地再撤两步 这两步看似简单 但在这样绝顶高手的对阵之中 如闲庭信步一般 恰好避过丝丝尽气息之余 只是身体一晃 显然受到了红公公数十年 真气气机干扰 略显狼狈 红老太监皱纹愈发地深了 看着他冷冷说道 不要以为你改变了初见的方向 就能瞒过世人 这进宫之中 既然老公公我看上你了 你就留下来吧 五竹微微抬头 看了他一眼 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 下一步却是一拱手 红老太监皱眉一惊 沙沙沙沙的声音响起 五竹背转身体 就像身后的红老太监不存在一般 附建于后便向宫墙的方向跑了过去 整个人的速度奇快 踏草而行 化作一道烟尘 附建于后 很简单的一个姿势 但是却是很完美的防守 孤好 红老太监双眼里 阴郁光芒骤现 也没有呼喊宫中侍卫 双臂一震 整个人便像一只躯干瘦弱 一盏极阔的黑鸟般 追上过去 不过片刻功夫 二人便一前一后 来到了高高的宫墙前面 红老太监冷冷看着前面的贺一人 倒要看他 究竟能有什么法子 可以越墙而出 五竹直接冲到了宫墙下方 竟是丝毫不减速度 右脚狠狠地踩在宫墙下方的石头上 石头瞬间沉入泥地之中 可以想见这一脚的力量 究竟有从恐怖 而他整个人向前的速度 也被这一震变成了向上的力量 整个人被声声震地飞了起来 沿着夜色中幽暗的宫墙 像个诡异般飘了上去 只见他这一跃 便已经足有三丈的距离 是进玉朵之时 吃的一声 他手中的普通常见 不知如何 竟是深深地扎进墙体之中 他的身体 借着剑势之力 一个翻身 便像个石头一般 被自己扔出了高墙之外 红老太监闷横一声 这才知道对方 竟然早就算好了所有的事情 体内真气急出 在将要撞到弓墙前的一刻 也飘然而起 只是姿态优美 全凭一口真气失为 比五竹先前的暴力 看上去就要潇洒得多 月至三丈处 这位受干的老太监 轻轻伸出一指 在五竹留下的剑孔上一问 借力在上 出了宫墙 像一只大鸟般 在黑夜之中 顿着宫墙外侧的光滑墙面 缓缓飘下 在他飘下的过程之中 双目如鹰 死死坠着前方京都夜色中 奇快无比前行着的褐色身影 阴阴一笑 悄无声息地飘过林烧 飘过民宅 跟了上去 两位绝顶高手的较量 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所以宫中的侍卫们 什么都没有察觉 像只老鼠一样 盘坐在宫墙下黑暗中的范贤 微微侧头听着 那边的淡淡风声 站起身来 轻轻抹掉屁股下面的草扎与灰尘 将双手摁在了光滑的宫墙之上 他没有捂住那般强悍的肉体 也没有红老太监精神绝伦的内功修为 但他的真气运行法门 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武道强者都不同 连弹洲城外满是湿滑青台的悬崖 都能爬得上去 更何况这宫墙 这便是范贤最大的仪仗 整个人像只不会飞的蝙蝠般 在宫墙上缓缓向上爬行 虽然缓慢 但是非常平稳 绝对不会摔下来 如果此时忽然变成白昼 如果有人在远方看着 一定会发现珠红色的宫墙上 此时突然多了一个丑陋的黑点 翻过宫墙 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的暗哨 范贤的双脚 终于安全地踩在了宫里的草地上 在宫墙外打坐冥想的时候 他已经将自己设计的宫中地图 在脑中复习了好几次 此时站在了皇宫之中 看着天穷夜幕下的庞大宫殿群 听着远处隐约可闻的耿鼓之声 范贤的心头略微有些紧张 又有些兴奋 地图此时仿佛成了眼见清晰可见的 一条条通道 他最后一次调息之后 没入了皇宫的夜色之中 非但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他的速度也没有一丝减慢 全凭脑中记忆 借着假山花丛的眼影 向自己的目的地进发 他的方法与五竹的方法极为相似 但也有些细微处的差异 毕竟他的计算能力依然不如五竹 夜已经深了 宫里的人们大多睡了 范贤隐藏在寒光殿外的黑暗之中 确认了内功并没有大内高手 真正的带刀侍卫 似乎都在前殿和角楼 这个认知让他有些皱眉 朝廷皇宫的护卫力量 竟然如此疏弱 实在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情 如果北齐方面派高手大举来亲 那该怎么办 身为夜闯进宫的小贼 还有忧国忧民之心 范贤真是个妙人 只是他这番计算 其实有些多余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能够在不惊动侍卫的状况下 越过五丈高墙的 只有人世间最顶尖的那几位人物 如果真是这样的宗师高手来了 寻常侍卫 似乎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他忘了 会蜘蛛侠功夫的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既然没过来